众所周知,在三国演义中,有两个非常知名的武将,一个是吕布,靠着一杆方天画戟和一匹赤兔马,敢单挑三国中任何一个人,曹操称赞其英勇无敌,另一个人则是关羽,手握青龙掩月刀,做其为赤兔马,自从吕布死后,他看谁都是匹夫。 虽然三国武将排行榜为一缕二兆三点为四关五马六张飞,关羽仅仅排在第四,但其综合影响力不输吕布,三国作为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,自是英雄辈出的年代,不单单只有吕布和关羽,话说,有一个人的武力值不输关羽和吕布。 奈何,他一生被遇到民主,结局也十分的悲凉,那么,这个人到底是谁呢?这里是小豆芝历史,订阅我,小豆芝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。 在三国演义中,吕布被称为三国第一猛将,因为就连关羽、张飞连手都打不赢他,以至于见惯了顶级猛将的曹操都不得不感叹,吕布非一人可胜。 除了吕布,关羽、赵云也是顶级猛将中的佼佼者,展颜梁珠文丑,关羽强悍无敌,长板坡七进七出就阿斗,赵云打得曹军数十年不敢应战,这两人的大名放到寻常百姓家。 完全有半夜只提的功效,吕布、赵云、关羽强悍无匹,没有任何人敢自信地说能够单挑击败他们,然而却有这么一个猛将丝毫不亚于吕布、关羽、赵云三人,甚至于说他比吕布、关羽等人还要强悍。 这便是文秧,文畜,自此前,小名阿秧,是称文秧,佩国乔骏,现今安徽省博州市人,是曹操以及夏侯家族的老家人,老乡。 曹为扬州次世文亲之子,书中写道,文秧年方十八岁,身长八尺,腰寻钢鞭,有万夫不当之勇,文秧小勇善战,一开始依附于全世滔天的曹爽,非常受曹爽喜爱以及信任。 这也导致文秧骄横跋扈,在曹爽被司马一击败后,文秧一下子失去了靠山,史书上记载他经常虚报战功,被司马师压制非常不满,后来就随父亲去了扬州,以防备吴国,二百五十四年,司马师废除曹方,第二年,年仅十八岁的文秧和吴秋简等,假托太后的诏书隶属司马师的罪状,起兵勤王。 后来司马师大怒,发兵镇压,当时的冠秋简曾约衍周刺使邓爱一同起兵,但邓爱斩杀了送信者,并受命率领万余人急行军,到乐嘉城今河南向城县做府桥迎接司马师。 而此时的文秦文秧这对父子也受到冠秋简的指派,前来袭击邓爱,在乐嘉城与司马师的大批兵力撞了个满怀,文秦见到大军忽然到来,错愕得不知如何是好,文秧告诉父亲, 趁敌人还未站稳脚跟,马上袭击,一定可以大败敌军。 于是,文秦率兵袭击,与文秧分兵二路,趁夜夹击司马师,乐嘉城外,文秧带兵骑袭司马师大营,司马师出征之前,眼睛上长了一个大瘤子,才割掉,不久就赶赴战场。 没想到文秧突然雷鼓挑战,司马师大惊,带伤的眼珠从流窗口内蹦出,痛得司马师把背头都被咬烂了。 本来文秧是约定和父亲文秦一起攻击司马师,但是文秦没有及时赶到会合,文秧只好撤退,但是由于文秧无人接应, 又被邓爱拦住,和邓爱大战五十回合不分胜负,文秧的士兵被杀散。 他担任毒气撤退,向南逃走,背后数百卫将紧追不舍,文秧看见后面追杀的卫将特凡,于是转身冲入卫将包围圈中,挥舞钢鞭,一边一个,卫将纷纷落马,事实上,就连当时追击的卫军都不相信自己会失败。 他们认为文秧只有一个人,怎么可能击败他们,这一定是中间有问题,于是他们再次集结,奋起直追, 结果又被文秧给击败了。 文秧杀退卫将后,再次撤退,但是卫将如同讨厌的苍蝇一样,继续追赶文秧,文秧再次转身,大怒,再次杀入卫将中,打死数人。 如此反复几次,文秧斩杀无数卫将,最后从容退走,司马师虽然最终击退了文秧父子, 但是因为之前被文秧肋骨受到了惊吓,回事后不久就极加众身亡,瞧瞧文秧的这番操作, 这可不比长板坡的赵云差啊,长板坡的赵云一直都在撤退,他尽量地避免和卫军交战, 而此战中的文秧却并没有一味撤退,而是主动迎战,追击赤敌,最终硬生生地打得敌军不敢追击了, 单纯从战果来看,文秧骑士比赵云还强,文秧的勇猛不仅仅体现在他的武艺上,更在于他那骨子不服输的劲儿。 他就像是一匹未被驯服的野马,一旦上了战场,那就只有两个字,疯狂。 这种疯狂让敌人文风丧胆,也让后人铭记于心,甚至还有种说法, 罗冠忠先生在撰写赵子龙长板坡七进七出一段时就参考了文秧此战, 这事的来源无法考证,可能与文秧在民间素有小赵云的称呼有关, 也可能和《三国演义》这本小说《性质》是否严谨遵循史诗有关, 总之,不管哪个原因,都不是一世半会能聊清楚的话题, 尤其是后者隐身而出的讨论更是数不胜数。 但文秧这七进七出,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, 除了《资质通鉴》有记载,就连此战掉了面子的司马家, 也在《禁书》一书中提到过这事,可见是确有其事, 可以肯定的是,文秧经此一战名声大振, 不过如果文秧早出生几十年,赶伤了那个乱世英雄并起, 意显身手,一定也会留下诸如人中吕布, 马中赤兔,锦马超,子龙一身都是胆一样的评语, 为精彩的《三国故事》锦上添花,后继织绣文秧在演义中虽然笔墨不多, 但惊死司马师,单人独骑杀退百元未将, 走得闲庭信部,从容自信是何等的英雄气概, 只是在无偏爱关羽般的曹操, 因赵云摔了孩子的刘备,俯其背而细其才, 不过最终司马师还是大破文亲, 文秧父子兵败后投靠了东吴, 甘露两年公元257年4月, 魏国镇东大将军诸葛旦在寿春起兵反司马昭, 东吴命令文亲父子、权端等人支援诸葛旦, 不过诸葛旦一向和文亲不和, 后面更是杀死了文亲, 文亲死后文秧和自己的兄弟逃出了寿春, 再次复头曹魏, 司马昭虽然恼文秧父子之前反对司马家族, 并间接害死了自己哥哥司马师, 但是为了大局还是接纳了文秧, 并且举荐文秧为文虎做将军, 刺绝关内侯, 随后司马昭、惠和文秧等人一起攻破了寿春, 诸葛旦被一灭三族, 文秧历史上不仅有恐怖如斯的七进七出, 还曾经力挽狂澜, 司马家族取代了曹魏, 建立了晋国。 文秧在晋国人平鲁护军, 在司马延统治的年代, 有一个让西进很头疼的人物叫突发树基能, 是突发鲜卑族领袖, 杀死了好多西进的封疆大力, 让司马延很头疼, 公元277年3月, 文秧临危授命, 都督良、秦、 雍州三州军力, 大破突发树基能, 使得胡人部落有二十万人归降, 名闻天下, 虽然说突发树基能不是文秧干掉的, 但是是被文秧打垮的, 要知道突发树基能前面可是所向披靡, 无人能挡的, 文秧一战打残人家, 也确实证明文秧是一员猛将文秧的结局嘛。 公元291年, 也就是晋武帝去世的后一年, 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, 在这期间有个人叫司马昼, 他是诸葛丹的外孙, 长恨当年文秧背叛诸葛丹, 致使诸葛丹败亡, 屠灭三族, 在政变后, 诬告文秧与杨骏一同谋反, 因而文秧遇害, 一灭三族, 十年五十四岁, 这样的结局, 其实和张秀的命运几乎如出一辙, 当初曹操攻打晚城时, 曹操的长子曹昂, 折曹安民以及大将典围都死在了张秀的手中, 张秀投降曹操后得到了曹操的重用, 但是曹操的接班人曹丕却对张秀非常不满, 并对其说, 你杀了我的兄长, 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? 于是张秀心不自安, 遂自杀, 后来张秀的儿子张权席爵, 却因卷入魏逢谋反案而遭到诛杀, 可见自古以来的血海深仇并不是那么好化解的, 只要有机会应该都会遭到报复和清算吧。 所以, 血海深仇千万不能结, 可一旦结下, 就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幻想得到对方的大度谅解。